全國施改國事會議第二份組通過決議 在訴訟金字塔制度在立法院通過了之後 最前五年之內最高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人選 最後將會交由總統提名任命 未來終審法院的法官也都將會從目前98個人 大幅減少離到21個人 在1999年全國施改國事會議中提出的 金字塔訴訟制度及事實審案採律師強制代理 在今年的全國施改會議中重新啟動 同時因應訴訟體制將大犯售 終審法院法官進用方式也都有變革 在18位委員中有16位委員同意 未來由總統來任命 全國施改國事會議第二份組召集人林子儀表示 會議決議 未來最高法院法官縮減為14個人 最高行政法院減為7個人 由司法院長提名交由輪選委員會選出 應任名額的兩倍人選 最後由總統提名任命 在訴訟金字塔制度立法通過之後 五年內實施 未來將由立委、法官、律師、檢察官、社會公正人士等組成 輪選委員會而非政治任命 不過外界仍然擔心 恐怕影響司法獨立 中審法院的法官人數也都將會從目前98個人 大幅減少來到21個人 沒有任期制是中申職 前大法官蘇榮蔭認為台灣的法官信任度本來就不高 他擔心一旦由總統任命 信任感恐怕不聲反抗 立法院審查 俗稱黨籍並共職的退職金草案受法 由於24號的潮野協商 時代力量黨團不認同民進黨版的25,000元的地板立論 不過民進黨團在人數優勢下強行表決三讀通過 為了解決延造快半個世紀的黨籍並共職問題 立法院審理 公教人員退職退休 給予並繼黨務年之處理條例草案 由於去年底司法委員會就已經有相關草案進行潮野協商 當時國民黨團沒有人出席 時代力量黨團由徐永明簽名 不過時代力量立委王國昌表示 如果按照委員會審查的條文二讀三讀變成法律的話 實際適用上會產生困難和爭議 民進黨25日早上在議場提變更議程 排入退職金草案的三讀 雖然時代力量黨團不認同民進黨版的25,000元的地板立論 不過民進黨團在人數優勢下強行表決 法案通過之後退休公務人員日領的退休金將被追回 陸委也透露日領人數大約有300多人 金雅大約是3億多 包括前考試院長關鍾等人都需要繳回 大澳新毒雞蛋事件 衛福部食藥署長吳秀梅親自說明 表示食藥署、農委會和環保署持續進行污染源調查 也都強調未來CAS新鮮蛋品會將大澳新列為監測項目 並且加強受驗 衛福部食藥署長吳秀梅在大澳新毒雞蛋爆發4天之後 親上火線主持記者會 她表示食藥署、農委會和環保署持續進行污染源調查 全台已經預防性下架7744公斤雞蛋 而且未來CAS新鮮蛋品也都會將大澳新列為監測檢驗項目 並且加強抽檢 但是民眾對於雞蛋到底能不能夠食 還是充滿疑問 台大腎臟科醫師姜志剛表示 根據國人飲食習慣 就算食到這次嚴出超標大澳新 無論是成人還是小孩 每天吃5個以上 才會有健康風險的疑慮 食藥署強調已經針對糾間問題 蛋、雞腸、進行空氣、水質、土樣等環境監測 另外包括雞隻食的治療 亦都進行抽樣檢測 希望可以找出這次的污染源 國際景氣回穩 國內第一季進出口和外銷訂單表現亮眼 台經院公布 今年經濟成長率預測 將今年2月預估計1.74% 調高為2.04% 不過去年下半年 出口和外銷訂單表現亮眼 今年經濟成長率 將2月預估計1.74% 調高為2.04% 不過去年下半年 出口和外銷訂單表現亮眼 台經院預測 今年經濟成長率 將2月預估計1.74% 調高為2.04% 不過去年下半年出口已呈現兩位數成長 基期較高再加上美國升息等因素 下半年GDP表現不樂觀恐怕將逐櫃下滑 台經院分析近期有法國大選、英國脫鉤 還有北韓核武威脅、紛擾不斷 為了降低國際因素干擾 近期政府計劃投入8年888億 打造前瞻基礎建設計劃 但是台經院認為短期內看不到成效 下半年美國升息循環啟動 熱淺將逐漸回流美國 目前台灣仍然列為回落操縱國觀察名單中 古會市波動不小 下半年出口 如果沒有去年呈現兩位數成長 恐怕GDP想要補儀機會不大 今年1到3月來台旅客出現副成長 雖然東南亞旅客交去年同期增加20萬人 但仍是趕不上陸客衰退的速度 旅行業者表示政府應該全面檢視 新南向政策的配套 檢討簽證還有導遊考試制 加速東南亞客源成長 大型遊覽車閒置 沒有生意做 陸客團不離的影響力還在發酵 有大型購物店、協業、旅館倒閉 而從統計數字上來看 今年第一季的來台旅客呈現副成長 雖然在新南向政策影響下 東南亞旅客交去年同期成長20萬人 但彌補不到去年同期增退的47萬人 今年第一季來台旅客總數 交去年減少了將近一成 交通部長賀陳旦日前在立法院被信 將今年來台旅客目標定是千萬人 被立委質疑不夠多 但有旅遊業者悲觀表示 如果好像第一季的慘況 恐怕連千萬人都達不到 既然要拼新南向就要將配套做好 業者認為外語導遊考試內容 還包括兩岸關係條例 根本不設實際 應該回歸專業 現在不單止東南亞導遊 連韓語導遊都不夠 政府對簽證也都應該要有寬鬆陪套 平東市長林亞旬 因為涉探停職 平東院長潘萬安 請出退出政壇十年的過民黨制 前平東院議長程清水代理 70歲的程清水宣誓就職 強調不分藍綠 要令到市政和縣政無縫接軌 平東市代理市長 請清水伴隨掌聲進入交接典禮會場 從市公所主備 理應中壽終接下平東市的印信 平東院民政署長鄭文華在致辭時後表示 平東市人口佔全院六分之一 平東院長潘萬安會請請清水代理 是因為程清水的政治歷練究 對縣市政、遼若指掌 希望縣市政能夠無縫接軌 代理市長程清水致辭表示 外界疑問他退出政壇十年 也是過民黨制 為何會答應縣政府的請託 他是經過漫長又慎重的思考 因為長久以來 縣市施政經常步調不一致 對於改善平東市雜無旁貸 澄清水說 他上任之後 將全力配合縣府與硬體建設 令到市政和縣政無縫接軌 尤其在爭取前瞻計畫 例如高鐵藍燃、平東市等等的建設案 將結合縣府與縣市民代 一齊向中央爭取資源和經費 全國零迫殺政策上路兩個多月 桃園市政府陸續推出配套措施 選擇三大風景區 事辦結責、浪浪計畫 移動保團體除了憂心氣養潮 亦都提醒加強民眾的教育算度 提升源頭的寵物登記率才是根本 空地上的狗仔 有些趴在休息 有些在散步 桃園市正是斧頭山 新屋綠色隧道和永安渝港三大風景區 流浪9家起來大約有1,000隻 而零迫殺政策上路兩個多月 桃園市政府陸續推出配套措施 選擇這三處事辦 TNVR結紮浪浪計畫 預計下個月施行TNVR 簡單來說就是 有報、結紮、施打疫苗 再放回去原地 動保處表示 風景區流浪動物問題比市區嚴重 希望借由有報、結紮、減少流浪犬的數量 但是動保團體除了憂心、氣養潮 亦都提醒加強民眾教育算度 提升源頭的寵物登記率才是根本 動保處表示 事辦計劃編列200萬元 主要針對無自主的流浪動物 執行完成之後 亦都會回去原處盤點 犬隻總數、追蹤效益 至於自主棄養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 會加強安排稽查 落實寵物登記 根據統計 台灣平均每天都有5個孩子 身陷父母、監護權、爭奪戰衆 高雄社會局和少年家事法院 還有怡夫聯盟三方攜手 在法院裡成立全國唯一的諮詢站 由專業社工員協助 提供親職 還有探視計劃諮詢 根據內政部統計 國內每年有超過5萬對夫妻離婚 而平均每天有5個孩子 陷入父母、監護權、爭奪戰 而怡夫聯盟調查顯示 離婚過程的紛爭 確實造成孩子的困擾 有4成6的孩子被迫選邊站 另外將近6成離婚父母不聯絡 不往來由孩子擔任全生統 怡夫聯盟表示 離婚所帶來的壓力 僅次於配偶過世 希望家長尋求輸壓管道 才不會無端遷路孩子 因此再度和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作 除了推動親職教育課程 還開全國先例 給專業社工員進駐法院 透過高雄市社會稿 公彩盈餘入住 社政、法院和民間團體三方合作 幫助離婚家庭的大人學習 即時分開 亦都可以當孩子的好父母 共同擔起教養之責 營養價值高的番茄 深受不少民眾的喜愛 不過最近就出現 很多位的長年洗腎的病友 因為每日都吃牛番茄 或者是小番茄之後 出現捲桌無力 甚至乎發燒住院 進一步檢查之後才發現是血甲超標 醫生表示 高血甲發營的血甲超標 醫生表示 高血甲發生的原因 包含腎臟功能不良 藥物引起 攝取過多含甲性物 腸胃度出血 血糖控制不良 感染等 洗腎患者最經常發生血甲偏高 尤其番茄屬於高甲性物 甲離子主要是經由腎臟產生 腎療液而排泄 當腎功能衰竭的時候 就降低排泄甲離子的能力 嚴重的時候 身體會有不適的症狀 甚至危及生命 其實除了番茄 好像是羊土 其異果還有香蕉 也是含有高甲 銅蒿、芹菜、金針菇、菠菜、空心菜 紫菜、海帶、地瓜葉等等 也是高甲的蔬菜 醫師建議必須適量食用 台灣雜糧養賴進口 進口的機改豆數量驚人 農糧署為了鼓勵小農生產雜糧 宣佈與食品廠商宜美合作 以高於市價的 契作收購放肆 收購國產黃豆等5種雜糧 總量總共有600公噸 食品安全越來越受到重視 但是市面上充斥進口的機改豆 農量署宣布 為了鼓勵台灣農民種植豆類等雜糧 將會與食品業者二美簽約 採購600公噸雜糧 收購價都高於市價 以黃豆為例 契作價格75元是進口的3倍高 蝦豆契作價80元 也都高於市價的60元 苦茶225元是進口價格的3倍多 紅組契作採購價275元 也都高於市價的200元 農量署期待與食品業契作採購合作 令到業者從商品需求 帶動國產雜糧生產 也都希望改善台灣 但道作超產15%的狀況 目前二美契作收購本土雜糧的比例 大約只有總產量的一成 大具有示範作用 二美表示 預計到今年年底 再增加到10個品項的 契作採購項目 以過去與農委會合作 以國產豆生產的非基改豆奶 銷售成績不錯 未來匯巡類似無色 以純國產原料來製作食品 又有米其林一星餐廳 進駐台灣市場 而且主打平價美食 來自新加坡的香港油雞飯 要價100元 日漢磨立刻吸引大批人潮排隊 帶台北都回區 已經成為餐飲的一級戰場 來自新加坡 米其林一星的香港油雞飯 亞洲第一間分店 挑在台北開幕 品牌創辦人主廚陳師傅 還特地飛來台灣坐鎮 標榜原汁原味 菜式風味絕對是米其林一星 而且價位很親民 100元就吃得到 一開幕就吸引大批人潮排隊 反觀一旁 同樣主打米其林一星的港式茶餐廳 熱度已經退銷 店內用餐的桌數只有四成 不過仍然有基本盤 全台米其林餐廳不少 品牌越來越多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添好運 已經連續八年獲得米其林一星 去年全球營收高達10億 還有主打高檔米其林三星 日式懷石料理 長雲龍淫 鎖定頂級客層 以及100元便宜價米其林一星 料凡香港油雞飯 還有下星期即將開幕的 來自東京豉油拉麵 標榜精至米其林一星拉麵 根據經濟部統計 去年全年餐飲業 營業亞高達4,394億 創力年升高 年增達3.6% 不過競爭越來越激烈 擁有米其林光環的品牌紛紛進駐 新 coeur地區 рос spacious 小營業亞高達4,396億 成員 ول業 employees 消費 川普通 川普通 覓